这节目组太狠了 居然搬出了前任室当催泪炸弹 佑景的分手原因终于公开 这段感情结束的太可惜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学 我又来讲幻成恋爱3了 上期我们说到 佑景和崔哥公布了前任关系 而书景还在和光泰 灰咸一起喝酒 书景每次喝了酒 就喜欢让人来摸自己的脉搏 这次又主动让他们俩来摸脖子 完全把上期说 要减少肢体结束的话 忘到了脑后 上楼之后 他又很自然的坐到了卷毛旁边 让他也来摸摸自己 然后就醉的趴在地上睡了 卷毛晕了佑景 明天出去约会 而且心里非常在意 没能给佑景发短信的事情 他解释说 是因为今天没什么接触 所以就没发 不代表没有感觉 佑景也懂了他的心情 表示理解 这样他们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嘛 多会那边和崔哥 彻夜长谈到早上6点 佑景和多会是室友 所以也一直没睡 天亮之后 他直接就背着包 准备去和卷毛约会了 韩国人到底是怎么计划掉睡眠的 能不能教教我修宪大法 佑景在出门前 还是很难掩饰自己的情绪 一想到 前任和别的女生聊了一夜 他就忍不住要丢眼泪 而东正和会员 也是今天出去约会 两人一起去做陶瓷 虽然前任是年下的弟弟 但会员其实更喜欢和年上恋爱 跟会闲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会肩负沉重的责任感 也怕给他造成压力 变得小心翼翼 但和东正待在一起的时候 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压力 他只需要安心躲一个被照顾的小女孩就好了 到了陶瓷工坊 两人互相计委屈 看起来就像是从背后拥抱 东正在盘子上画了个一和箭头 让会员猜什么意思 会员直接问 是代表我们的第一天吗 这下倒是把东正整害羞了 也没到这个程度吧 还没开始交往呢 其实这就是个谐音梗 一的英文发音和韩文的会相同 往右指的箭头指的是东方 也就是东正的东 所以这个盘子上是两个人的名字 而会员画的就是他们昨天玩的泡泡 这个配色还挺好看的 与此同时 卷毛和佑静已经到了射击场 实弹射击看起来超级酷 卷毛连开几枪全部实环 也超帅的 两人原本约好要比赛 但是这个成绩来看 佑静是很难超越了 早知道就故意嚷嚷他了嘛 佑静每开一枪就要尖叫一声 卷毛在旁边疯狂拍照 记录可爱瞬间 感觉还是挺般配的 佑静原本心情很低落 在约会中也慢慢走出来了 完全被卷毛给治愈了 回家路上 卷毛同样也对约会一有未进 这次佑静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现在也很舍不得回去 然而之前灭对光泰就没有这个想法 果然还是得看和谁一起啊 推哥在家里也闲不住 约了多会去咖啡店 两人正准备出门的时候 佑静和卷毛就回来了 因为多会之前跟佑静说过 自己今天没有行程 但现在又是一副打扮好了的样子 佑静就感觉多会是在刻意隐瞒 看着崔哥跟他一起出门 佑静又哭了 有了昨天的彻夜长谈 多会和崔哥明显熟了很多 聊天也非常轻松 完全没有第一次约会时的那种尴尬了 他们都用上了上次做的情侣手机壳 这一次约会也更有心动的感觉 多会说 其实之前他也很想出来玩 但是没有想要约会的对象 崔哥很自然的说 那你可以找我呀 这不就是想要多跟他约会几次的意思吗 之后两人又开车去汉江兜风 无论聊什么都很有共同话题 这样的情况下 就连堵车都变得不讨厌了 两人明明没有约好 却还是穿了情侣装 在公园散步的氛围也很舒服 在夕阳下的河边吹吹风拍拍照 确实很有小情侣日常的感觉 吃完晚餐后 他们俩又一起洗碗 一边聊天一边做事情也很自然 多会终于放下了心房 开始慢慢接纳其他人了 崔哥主动问多会 今天的短信会怎么发 多会没有直接回答 只说自己会看着办的 上次多会发给崔哥 但崔哥没有给他回 这次也该是讨回来的时候了 又竟今天负责做饭 他今晚竟然收到了四条短信 也就是说 除了前任崔哥 其他男生全都发给了他 灰心是因为 跟他一起买菜做饭 培养了感情 光太是觉得 他做饭好吃 单纯想撩打 卷猫是因为约会很开心 我最不理解的还是东正啊 你小子不是和会员 约会的挺开心吗 会员还给你发了个泡泡的表情 终究是错付了呀 多会和崔哥当然是互发 小孔竟然发给了光太 因为今天 他们偷偷去了 投币式卡拉OK 短信上说 不是被调情吸引 而是投币太有意思了 这不就是摆明了 让他别多想骂 而且 更炸裂的是 光太收到小孔的短信后 显示的还是 你的前任没有选择你 也就是说 他的前任一直没来 这节目还有新嘉宾没有入住 书警发给了灰鞋 佑静这还是第一次和卷毛互发 而且问他赢了比赛 有什么愿望 其实就是想找个借口 继续和他约会 节目组温又静 还想和前任 约会吗 他的回答非常果断 不想啊 大概是因为昨天熬夜太晚 今天大家都睡得很早 会员在睡前又有点内耗了 他总觉得自己不该来上这个节目 原本以为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彼此能成熟点 但是床峰后感觉啥也没变 不合适的地方也都还存在 他希望在双方对彼此的记忆中 最后的印象是个好人 所以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 甚至还想要突成前任去追些人 要给前任做助攻也太难了吧 卷毛给佑静看了自己用手机拍的设计约会记录 两个人笑得嘻嘻哈哈的 一只很淡定的卷毛也难得这么开心 但是就在醒头上的时候 崔哥突然出来上厕所 佑静的笑容一秒收敛 挺好的氛围也没有了 而崔哥其实也听到了他们笑笑闹闹的声音 于是独自去了阁楼一谋 佑静原本觉得卷毛总是让他误会 但是卷毛自从坚定心意之后就没有摇摆了 现在更是直接对佑静说 除了你完全没有别人让我在意 佑静也对他这一点很满意 因为他除了前任之外 也只在意卷毛一个人 两个人相视一笑 什么都不必多说了 边喝酒边聊天 是真的会越聊越爱飞的呀 之后卷毛和崔哥一起去阳台吹风 两个人的心情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卷毛开心的都要飘起来了 崔哥满脸苦大仇深 搞笑的是 卷毛竟然以为 崔哥的前任是会员 所以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他情敌 还拿着过来人的语气安慰崔哥 让他别太在乎前任 随心而行 这要是知道了真相 俩人多尴尬呀 新的一天节目组又搞出了新玩法 每人都可以查看一个异性的私人室 看完后还能和对方一对一对话 每个人都提前做好了选择 对先进入私人室的就是卷毛 原本节目组不让他们选前任 卷毛就写了幼京的名字 但是进来之后才发现 其实私人室也是可以选择前任的 如果选了前任 可以回忆和前任的恋爱时光 还能看到一部分前任的事前采访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新人还是旧人的抉择 卷毛在两扇门前站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打开了前任式的门 看来书警在他心里站的分量还是要更多的 前任式里全都是他们以前的照片和回忆 不得不说 这节目的道具组确实很强 上一届的前任式也布置的超级精致 所有人都是哭着出来的 节目组不仅把之前 两人做的便当照片放在了便当盒里 桌上还放了他们经常去买的海盐面包 甜蜜的聊天记录也打印了出来 甚至连两人说过的话也写成了小卡片挂起来 卷毛看得很认真 原本脸上还在笑着 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了下来 书警对节目组承认 其实卷毛并不符合他的理想型 好感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同样的矛盾也是慢慢积累 越交往好像越难受 看着屏幕里的书警 卷毛一直在擦眼泪 书警觉得两个人可能就是不合适吧 卷毛看到这句话眼泪崩了 不过他不后悔去看前任室 感觉他还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呢 而紧接着就是书警走进了私人室 他想看的竟然是东镇的房间 虽然知道看了前任室会很难过 但他还是跟卷毛一样 开了前任室的门 前任室的布置还是和卷毛进来的时候一样 卷毛在事前采访里说 刚分手那段时间 一直不相信书警真的能离开自己 分手的时候 他的感情也没有变淡 所以对他来说还是很痛苦的 分手后他也给书警写了一首叫Hate的歌 哥斯大一就是 质问书警为什么对自己厌倦了 要推开自己 书警听完这首歌的想法就是 这么好的一段感情 怎么就结束了呢 总感觉书警已经想要放下了 没有要符合的意思呀 光泰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又镜的私人室 根本就没往前任室看一眼 又镜的私人室整个都是粉嫩嫩的 里面还放着他从小到大的照片 甚至还有又镜所有的喜好信息 详细到喜欢的颜色 香味礼物 不合适的mbtr类型都有 感觉这些完全就是约会作弊攻略嘛 看完这些 还愁不知道怎么讨他欢心嘛 又镜原本想看卷毛的私人室 但转念一想 卷毛之后还有机会了解 但前任那边就这么一个机会就回忆了 所以他也还是进了前任室 崔哥把又镜的喜好全部都记下来 写进了备忘录 这种细节上的贴心真的很打动人 两人虽然分手了 但又镜还是想要珍藏那些美好的瞬间 不想丢掉 而崔哥也同样走进了前任室 看着墙上那一串照片 每次送又镜回家都会拍一张来记录 相框里的是又镜发的分手长文 当时崔哥准备换工作 但是准备的过程太长了 崔哥为了进入新仪的公司 准备了半年 又镜也给了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但是战线拉得太长 两个人的压力又太大 崔哥不想被又镜看出焦虑 又镜想和他多沟通也没办法 两个人逐渐有了很多误解 其实都是为了彼此着想 隐藏了内心 又镜觉得自己成了他的负担 内心也越来越敏感 再加上这段期间 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了摩擦 又镜不想再继续互相折磨了 于是就提了分手 崔哥说到短信后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所以就一直拖着没有回 他其实有很多话 想当面和又镜说 但是他想要有了好的结果后 再常常正正的联络他 可这种事怎么能拖呢 又镜心里还是想要崔哥 再挽留一下自己的 然而等了三个礼拜 崔哥才回了他一句 谢谢你陪我参加面试 两个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分手了 崔哥是真的很不善于表达感情啊 你但凡回得及时一点 让又镜再给你一点时间 你俩都不会是现在这样啊 而在本期最后 节目组又重新开启了红线选择 每个人都可以再次选择 剪断还是脸上和前任的红线 原本留着红线的灰弦剪断了 慧云竟然哭着 把剪断的红线给连了回来 十个人里 只有他们俩改变了心意 现在的感情线 你觉得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大家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